第七章 第十八節 於是大衛王進去坐在耶和華面前說 主耶和華 我是誰 我的家恕什麼 你竟使我到這地步呢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作三個檢討 然後帶領你做一個禱告 讓你能夠在你的生命當中建立這個大衛會幕 第一個檢討就是我們講完大衛現在這個部分的時候 大衛的這個教訓有沒有提醒你過去曾經有些事情你真的犯了錯呢 記住那個如果是你的習慣你就真的一定要改 如果那個只是一兩次都好些 如果你是習慣了是很輕易看到別人的缺點的 好的你就不會怎麼賺 但是壞的你就真的可以把他醜事傳遷你 這些你就要改 你一定要懂得在神的家裡 你應該怎麼去自處 因為記住你不是在公司 在神的家裡將會有神的同在臨道 而神的同在臨道 好像阿蘭尼阿薩菲拉或者希雄聖靈 或者一些蝕俗聖靈 這些的罪是會受到相對的審判的 所以不能夠以你是一間公司和親戚之間的交往方式 你放在神的家裡 尤其是那個神的家是智力去讓神的榮耀同在去彰顯的話 所以當你聽完這個教訓 你有沒有想過你過去有沒有一些習慣 你是要改的呢 你有沒有一些你以前做過的事 或者不是習慣 是你常常有的這些不開心的事件 你屈在心的呢 而那個屈在心 其實你時不時都會找人去掃苦的呢 這些掃苦如果是你切身的 或者再壞些 只是說是別人的是非 我的親戚被人冤枉 我看到這些被人冤枉的事 領袖不夠月美 一顆字都說得不清 或者是他這些表達得不對 明白嗎? 你都說了 你覺得領袖要完美 你才不傳說 領袖要完美 你才不批評論斷 是嗎? 我想你知道 沒有任何藉口是他們犯罪的 就好像每一個犯奸任的人 他都可以找到藉口 但是那也是一個死罪 如果不會改的話 就是這麼簡單 藉口可以來自 你爸媽對你不好 可以來自你回家不好的教會 可以來自這個聚會的訊息 你聽不明白 可能來自這個聚會當中 冷氣使你熱 但問題就是 總之沒有任何理由你去犯罪 你找了有理由使你犯罪的話 將來那個理由 就越來越輕微你都可以犯罪 然後到最後 甚至你自己作一些理由 去使你犯罪 你發覺每一個惡人 他們犯罪 到後期他們都是作的 即是他做不到 他找別人去作 大家去說說說說 裹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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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不是一個理由 而不是一個藉口 在神的榮耀來到之前 我們知道我們不是回公司 我們要悔改的 第二就是 有沒有一些新的 未來的日子當中 你可以將一些 你自己 這些軟弱 改善呢 例如你可能這個星期 這幾天 你有沒有一些 發覺因為你可能高升的時候 你遇到一些問題 就好像蘇羅 如果他不是高升做皇帝的話 他不會可以拿到這個主義憲制 如果他預先想定 他做皇帝的時候 他都要規規矩矩的話 我相信 他到時不會出這個事 就好像大衛 我相信他預先也想定 就算他做皇帝 他在神的面前 都是個小孩子一樣 所以你要看到 他就會有這一段的反應 在神的面前坐下 然後去讚賞神 去讚美神 去欣賞神 你明白嗎 就是他來講 他做了皇帝 他都會看自己 我算是什麼 我算是什麼 我哪有資格 去批評論斷神 我哪有資格 去覺得神做錯 他只有資格去欣賞神 不理他明不明白神 為什麼這樣做 知道嗎 所以第一 舊的有沒有東西要改 新的有沒有東西要改 可能你預備 接下來的教會 大復興 你成為很多人的跟進 好了 你以前不是跟進 你的怨氣 只是向一個人發 向你跟進的人發 現在你跟進很多人 你就向這100個 你跟進的人發 這樣 你看算這樣 不可以的 所以你有沒有想著 為未來的 新的生活 新的復興 你改善你自己的 這些圓樣 而第三 就是你有沒有辦法 設計一些習慣 使你能夠改善 這一種 的壞習慣 就是神對你 說NO的時候 或者在你生命當中 拿走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都能夠懂得 在神的面前去自卑 在神的面前你懂得去修煉呢 而事實上我們未來的日子 可能遲些 就說到大衛十幾年後 其中一個兒子 因為他與拔士巴同寢 而導致那個兒子死 神拿去一些東西 但你看到大衛在神的面前的反應 明白嗎 他是個皇帝 但他的反應 你會看到 大衛始終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所以 第一 如我所說 你有沒有一些舊的罪 在神的泳繞來之前 你一定要改 第二 新的罪 換句話說 在新的光景 新的高升 新的復興當中 有沒有一些事 你要預先去安排 預先去思想去預備 第三 你有沒有設計一些習慣 使你常常的敬佩 使你常常懂得 去用這些詩歌 去成為你的習慣 每一次 你不開心的時候 有些人就可能數十下 有些人可能 好像一些啟蒙故事 在家裡圍著桌子走 但是你會不會找一首歌去唱 或者選一首歌去唱 建立你人生的大衛會幕 使得你好像大衛一樣 記住大衛會幕真正的目的 就是使得我們 擁有大衛的信仰 大衛的信仰 是能夠跟到神的時代計劃 他不會在神的時代計劃當中 成為一個阻礙者 所以歷史上沒有一個叫做大衛聖殿 成為神時代計劃的阻礙者 反而歷史上有一個大衛會幕 成為神時代計劃的一個表表者 最後我想帶領你做一個禱告 去讓這一套的信息 成為你人生當中一個極大的寶負 一個極大的祝福 最重要的是使得你從今以後 可以拿開了神的走座 拿開了神的審判 而得著的就是 神至高無上的祝福和榮耀 親愛的天父我多謝你 我多謝你就是說 你的心意其實藉著你的詩篇 已經致視了給人 從詩篇裏面我們見到 神你的慈愛是永遠長存的 神你是至高無上 但你仍監察世人的 神你其實是 你每天都按著我們自己內心的決定 其實你是盡你所能 將所有祝福去賜給我們的 因為每一個愛你的人 他有好處不在你而外 神就讓我們不要 成為一個洗裂傷心的人 讓我們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在今天我們學習大衛這些優質 讓我們成為一個大衛的回幕 讓我們人生當中無論我們遇到坑坑或者問題 我們遇到我們人生當中的苦難 沒錯在那個時候我們要謙卑倚靠你 但當我們有朝一日 我們酬脆滿志的時候 我們面對人生當中幸福的時候 讓我們不要吹無求疵 讓我們不要在這些諸多要求當中 我們成為一個消費者 讓我們在你的面前永遠是一個小孩子 就是一個能夠得著天國進入天國的小孩子 讓我們永遠在你的面前謙卑 讓我們藉著祝福你的受高者 藉著祝福我們屬靈的前輩去祝福你 讓我們能夠去支援他們 使得我們完成你的計劃 讓我們能夠在這個時代當中 跟按著詩篇的帶領一樣 我們能夠在神理的時代計劃當中 只是單單建立神理會的時代當中 你的意象 你的救贖 你的計劃 而不會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去建立神理時代計劃的阻礙 沒錯 神就直著我們懂得 面對神理對我們說NO 直著面對神理對我們 在我們人生當中 拿走我們一些的夢想 或者我們一些的計劃 神就讓我們能夠 每一次在得到神理最新計劃的時候 我們都懂得欣賞你 懂得讚美你 因為始終神你是我們的神 你是唯一的一位神 你是自古至今直到將來 你都是至高無常 擁有世上一切智慧的神 神就讓我們謙卑在你的面前降伏 讓我們無論是哪個時候 無論是被高升的時候也好 或者我們仍然是低微的時間也好 也好 讓你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永遠都顯為大 神我們多謝你 我們將一切的榮耀 更贊都歸給你 我們這樣祷告 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門 三個義記下第七章第十八節 於是大衛王進去坐災耶穌面前說 主耶穌說 我是誰 我的家是什麼 你竟使我到這地步呢 你竟然知道 寫著我 愿我心发亮智月燃烧 不护慰 今心乐意为你 成天轻香的祭 尽我心揭力仰望持守 实践真理 一生为你尽发光辉 奉上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